清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不思进取 使整个中华民族遭受了太多的屈辱 连清王朝的高级官员也被外国人肆意凌辱 含恨而终 当时的慈禧专政不但害了百姓 也让自己的下属成为了笑柄 给后人留下了耻辱 叶明琛被人称作是六部总督 因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 他采取了不战不和不守 也不死不祥不走的策略 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 作为两广总督的叶明琛被英军俘虏 并被带上了英国军舰吴卫号 准备将他带到印度的加尔各达 可在舰上的叶明琛对此丝毫不知 以为英军会将他带到英国面见英国女皇 于府的他还坐着和英国女皇当面理论的美梦 却不知他即将沦为别人眼中的宠物 在海上漂泊了48天之后 英军在印度的亚尔各达登陆之后 叶明琛才知道他们不是前往英国 他予以英国女皇后当面理论的打算落空了 可他的悲剧也由此开始了 英国人要求他穿上清朝的官服 然后将他锁在一个透明的玻璃房子里面 让我不得不佩服的是他们的生意头脑 他们不知道用了什么营销方法 竟然忽悠了许多的英国人和印度人来买票参观 关在玻璃房里的叶明琛 对于这位清朝大臣 甚至是整个清朝来说 这是多么大的羞辱啊 但后人对于叶明琛的死因 却有一种英雄的传说 说这叶明琛到了国外 其实不会死的 但自己从中国带去的粮食吃完了 但坚持不吃外国货 最后绝食而亡 不管是与真假 但叶明琛这做法并不高见 对于这位清朝来说